來看到今天的消息 代替在六月底的 原生傳臺灣路線安全的盤點 國際說有可能有東西 會造立於衣服海中 路線 這部分有六七的所在 接著會會提出環境改善的結尾 但是歡迎的交通委員會 今天去今年的 早上的交通路線去考慮 要求這個 代替要先來加強 民主的安全管理 早上已經從網中建議 構定 加上四十九期 當頭派增加六百期 驗生固定 代替交通 比蓋過年十幾個中 連少大火崩起 路線 等中近兩九月 通通後代替電池六九月 清水港町 日過這期 其實代替內部 困點 全台有六十七的所在 有日報集清危害高峰險路段 其中十七的所在有馬上飛險 不過整體改善報告 要跟十幾個才出來 安全協助 現在目前都還在盤點的狀況 而且十月份才會提交交通部的改善計畫 跟蘇院長在四月份的承諾 其實已經可以說是相關的這個進度 嚴重的落後 日過這期 今年四月發生太多高速 走後 影響算是代替要改善 不過十八的所在 馬上飛險的平均到現在 夜市改善一半 代替平均 每天再去五十五萬千 處入客沒有風險桌車 代替費用無責任的衣 承諾的方式來備免日報集清 只要能夠用工程改善的 我們就全力用工程來改善 今年會完成十四處 明年我們會全力把另外的十四處完成 我們要確保的就是 我們的整個路線範圍內的一個 義務入境的風險 都能夠把它做有效徹底的解決 交通部表示 目前代替這麼多月 也沒有固定系統 路線收拾東西 可以透過固定 總體港部統治司機閣 跟現空中心調度完 不過要為何研究機會 家庭部行政業所順建立經費 所有時間也沒有合作過算 記者總合佈多